随著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 桃園市南坎國中 為了提升學童的防疫觀念 因此特別將防疫 融入家政課的課程中 同時家政老師透過結合 實在健康的課程主題 不僅要教學生 製作好吃的防疫早餐 同時更要讓學生 從吃的開始防疫 新型冠狀病毒越來越嚴重 然後全球疫情也有點不可收拾 所以我們在想說 大家都說從免疫系統開始做起 那我們這次的配合課程裡面 實在健康的部分 然後讓學生可以了解 六大營養素的部分 然後因為平常國中生的話 他們在學校都有吃營養午餐 然後晚上的時候 爸爸媽媽也應該都會 在家裡製作晚餐 然後因為早餐的部分 就是有一天我看到學生 拿著含糖性飲料的話 因為每天都充充忙忙的 然後去早餐店買一個奶茶 然後這樣晃啊晃的 結果就把它晃掉了 然後整個倒了 然後我就想說 可以配合這次的課程 然後讓學生從吃的開始防疫 家政老師教導學生製作的防疫早餐 主要有雲朵吐司 黑木耳露以及水果優格 這些餐點不僅充滿蛋白質 同時還富含各項維生素 而學生在製作完餐點後 除了表示很有趣以外 同時也希望能透過自己的雙手 製作美味的防疫餐給家人吃 在這次防疫早餐我學到了雲朵蛋吐司 它有豐富的蛋白質水果優格裡面有含豐富的維生素 都可以讓我們體內增加免疫力 這次的防疫早餐我學到如何製作雲朵吐司跟水果優格 雲朵吐司的我覺得最好玩的地方是用打蛋器把蛋打發 看起來而且成品看起來好吃又好看 而且還可以有而且還有豐富的蛋白質 希望以後在家裡可以做給 親手做給自己的家人們吃 桃園市南侃國中從疫情延燒至今 除了在家政客上教孩童怎麼製作口罩以外 這次更推出防疫疫菌早餐 要讓學生由內而外提升免疫力 而消防透過將防疫觀念融入各項課程中 希望要藉此保障學生的身體健康 記者王中軍團一報導